大家好 我是小植 欢迎来到小植一屏 应诸多粉丝要求 今天小植将带来全新二战迷你剧 我们的父辈 该片有三集组成 小植将分为三期内容进行解说 第一集 不同的时间 主要讲述1941年6月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 柏林五名20岁青年 怀揣着各自的梦想 从酒吧各本东西 几个人相约下一个圣诞节再次相会 可曾想 这一别 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 与其说战争改变了人 倒不如说是人在战争中改变 年轻人总以为未来属于自己 等长大了才知道 自己却早已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始进行正题 威廉 职业军人 东线国防军 曾参与过入侵波兰 法国等战争 级别少尉 是一名坚定的国家主义者 同时也是一名理想主义者 对上级命令从不打折扣 温特 职业军人 东线国防军 威廉的亲弟弟 被父亲给予厚望 希望他在军中建立功勋 为家族带来荣耀 可温特却没有任何野心 甚至不愿与同伴为伍 脸上就像写着五个字 我是被逼的 夏洛特 职业 护士 口头禅 为人民服务 我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理想主义者 暗恋威廉 梦想和他在一起 Great 职业 酒吧服务员 梦想当一名歌手 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 维克多 职业 裁缝 Great的男朋友 犹太人 整日活在恐惧之中 但又想在Great面前 树立起尊严来 深夜 五个人齐聚Great服务的酒吧 离开柏林前 这是他们少有的欢聚时刻 摇摆舞音乐响起 五个人随着节奏左右摇摆 可能唱片机的声音过于响亮 引起了盖世太保的注意 Great承认是自己放的 因触犯公共煽动罪 Great第二天需要到盖世太保总部报道 欢聚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五个人约定下一个圣诞节 一定要在这里再次重聚 所有人都要活着 1941年6月22日 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凌晨3点15分 德军正式入侵苏联 早在1941年初 斯大林便批准了一项国防计划 因此入侵前 苏联已经动员军事力量超过550万人 后备军力量1400万人 6月22日 入侵苏联当天上午 希特勒通过广播 向德国民众发表重要讲话 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 我们不得不向苏联发起进攻 在三个月过去之前 我们将见证俄罗斯的崩溃 这将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崩溃 1941年7月10日 威廉和弟弟温特跟随国防军 抵达苏联暴力索夫 该地距离莫斯科680公里 哥哥威廉是排长 温特为排成员 每次任务 所有人都冲锋在前 只有温特是个例外 大家一致认为他就是个胆小鬼 这让威廉很恼火 他当面质问弟弟 你到底怎么了 你是唯一一个不主动参战的 温特表示 我觉得咱们家出一个英雄就够了 自小威廉就为弟弟遮风挡雨 无形中也让他产生了桥骜不驯的性格 这边是军营不是家里 威廉已经不能用以前的思维模式 来为弟弟掩饰错误 他害怕在排里失去威信 从上次战斗中 威廉俘虏了一个苏军政委 上尉要求他将这名政委秘密处决 威廉很疑惑 战俘怎么也要被处死 上尉解释 苏联人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 因此处死他们很正常 深夜 排里队员们议论纷纷 温特也在场 有士兵感叹 等我们胜利了 我就在这里取妻生子 他们的土地一定很肥沃 温特答话 肯定肥沃呀 那可是用咱们的血上得肥呀 因为意见不合 他差点引起一场恶斗 得亏哥哥及时赶到 从1941年7月10日 至9月10日 两个月间 在距离莫斯科500公里的 斯莫林斯克 爆发了著名的 斯莫林斯克战役 用希特勒的话来说 数场战争的胜利 已经表明 苏联必败 1941年9月19日 威廉和温特在 斯莫林斯克居民区 亲眼目睹了一起 保安部突击队长 枪杀儿童的事件 为此 尚未特意提醒威廉 不要多管闲事 但威廉认为 随意屠杀平民 就连上帝都不会帮助我们的 尚未劝他 是时候该和我们印象中的事件 道别了 经历刚刚的事件 温特情绪非常低落 他不禁独自来到沼泽附近 哭泣发泄情绪 然而脚底下的血字 却让他内心再起波澜 到了深夜 温特点燃一根香烟 此时 一架苏军波尔多用图双翼机 在上空盘旋 队友劝他 赶紧把烟灭掉 温特假装没有听到 故意引导波尔向他们发动袭击 队友边回击 边骂他是个傻子 只有温特清楚 他就是在报复自己人 报复这群毫无人性的畜生 直到第二天中午 饭堂内发生暴力事件 队友们认为 温特故意暴露目标 都想揍他一顿 长长记性 此时 哥哥威廉就在外边 他似乎在等待队员们发现完情绪 其实 他自己也很为难 包庇弟弟属下不服 弟弟惹祸又要自己来扛 想必 只有两个人保持适当距离 才能在军营活下去 没办法 谁让温特的性格 与军营格格不入呢 随后 他被送进了战地医院 由夏洛特负责照顾 自从几个月前 他们五个人在酒吧散伙后 夏洛特便独自来到战地医院报道 因为业务不熟练 再加上对伤员天生的恐惧 因此他被医生冷落 很有可能失去护士工作 幸好 几天后在一名同伴的帮助下 夏洛特逐渐改变了医生对他的看法 说实话 他很喜欢威廉 威廉也很喜欢他 但两人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捅破 威廉担心 如果自己战死 那么留下夏洛特一个人 将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因此 他始终与夏洛特保持一定距离 从五个人短暂的相聚结束后 Great第二天便独自来到盖世太保总部 德国宣传部长葛培尔称 摇摆舞音乐为堕落的黑人音乐 收听者都将视为触犯法律 Great按时多恩 我们互相误解了 在陈述证词中 Great透露自己喜爱唱歌 多恩表示 自己与国家广播电台关系很不错 战争年代 人活下去已经相当不易 一个女人没有背景 没有能力 除了利用自己的姿色外 想做点事太难了 Great就像一只寄生虫一样 打算寄宿在多恩身上来达成目的 从二战一时 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便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维克多作为一名犹太裁缝 尽管其父亲是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但在面临种族问题上 他还是低估了纳粹的决心和手段 因此 维克多与父亲意见不合 多次爆发冲突 他很害怕 并且想逃离德国 作为女友 Great一直在劝说多恩 给维克多办理手续 安排他尽快离境 当维克多得知女友与多恩有特殊关系时 维克多非常生气 Great奉劝他 你应该表现的更感恩些 当然 当Great决定与多恩在一起时 他就知道自己与维克多永远不可能了 现在 让维克多活着 要比和自己在一起更为重要 或许 真正的爱一个人 没必要非得在一起 只要知道他健康 快乐 活着就足够了 经过多恩的帮助 Great终于迈出歌唱事业的第一步 走进录音棚录制歌曲 几天后 多恩给维克多办理了相关证件 他答应父母 等自己在美国落脚后 就想办法接他们过去 临走那天 他刻意来到Great住所 很遗憾 他不在 晚间 等他回来发现 维克多已经离开 留下一件红色礼服和一封信件 照顾好我的父母 1941年9月 德军在耶尔尼亚战役中 遭遇第一次重大战术失败 苏联红军受到巨大鼓舞 希特勒决定 将军队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莫斯科 并命令第三和第四装甲军 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围攻 改为进攻莫斯科 10月 雨季开始 一切地面装备和人员 全部陷入瘫痪状态 德国原先制定的 闪电战策略宣告失败 士兵们在距离莫斯科 100公里的 莫扎伊斯克沼泽寸步难行 为此 他们不惜找来当地居民 作为向导 替德军开路 其实 就是让他们蹚地雷 不少军民因此而命丧沼泽 1941年10月到1942年1月期间 莫斯科爆发了 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双方集结兵力约370万人 随着天气骤然变冷 温度下降至零下40度 在风雪中 德军行动变得相当迟缓 国防军根本没有计划 会在苏联度过冬季 士兵们缺失少穿 大量人员出现冻伤和冻死 尽管如此 12月2日 国防军第258步兵师的部分兵力 前进到了距离莫斯科24公里处 有军官称 他们看到了克里姆林宫 温特埋怨哥哥 你说过 圣诞节战争就能结束 我们五个人要回到酒吧重聚 现在 圣诞节已经到了 我们却竟然还在这里挨动 由于战地医院缺少人手 夏洛特特意从乌克兰妇女中 挑出一个人来充当助手 几天过后 有队友告诉他 你找的这个女人偷了很多麻菲 或许他跟当地游击队是一伙的 还有人看见他半夜偷偷跑进医院 杀死了不少在病床上的重伤士兵 夏洛特清楚 这个女人是自己招来的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自己难逃干系 一天 护士长通知大家 麻菲又有两箱神秘消失 你们要是发现什么 赶紧报告 夏洛特意识到 肯定是莉莉亚所为 他趁着没人 偷偷将她的包裹打开 发现莉莉亚果然不简单 他当面前去质问她 你是个医生 还是个犹太人 为什么要撒谎 莉莉亚没有狡辩 承认 我是 一个月后 两人再次谈话 他询问莉莉亚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们 莉莉亚却反问 你不也是在帮助他们吗 不经理间 他提醒莉莉亚 你该离开了 似乎他没有听懂 离开干什么 随后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夏洛特终于向盖世太宝 告发莉莉亚 他当面道歉 对不起 望着莉莉亚被带走的背影 夏洛特内心既自责又恐惧 维克多带着格瑞特弄来的证件 抵达预定位置 碰巧 一伙人在半路将他劫持 温特外出打水 发现大量苏军 正向他们的阵地靠近 好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 本集故事已经完结 在本集中 还有很多细节方面 小只没有讲到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观看原片 我们的父辈 喜欢小只姐说的 别忘了请点击订阅关注 敬请期待下一期精彩内容 我们的父辈第二集 一场不同的战争 维克多加入波兰有机队 威莲小队遭遇苏军全军覆没 威莲下落不明 Greate被逮捕入狱 夏洛特与已婚医生产生感情 五个人今后的路将怎样走 请持续关注小只一评 及时接收最新更新信息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